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我们继续来学习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第二十五回 拜无上圣长者 上一回提到 善财拜见了婆师罗传师 传师不但告诉善财 航海规则 入海要领 更收他为行传助手 两人一起出海航行 善财学习体悟道 修行犹如在苦海航行 最后要到达菩提彼岸 全靠传师掌舵 传师就是会灯 没有智慧照明 盲修瞎恋是难以成佛的 善财听从婆师罗传师的教诲 前往可乐城 参拜无上圣长者 善财不须问路 只凭清安的感觉方向走去 没有几天便来到了可乐城 可乐真乐 没有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只有和乐谦让 互相互相恭敬 善财在街上行走 所见到的一切与平常大不相同 凡是摊贩卖东西 只愿少收钱 不愿多赚钱 买东西的人 则都愿意多付钱 而不需要找钱 茶馆酒店 路旁凉亭 都是互相让座 而不见争先抢坐 善财走到一家茶馆门口 里面宾客满座 店小二却还是出门找呼 客馆请进请进 善财坐一环礼道 已经坐无虚席了 算了吧 没想到 茶馆内的宾客 都纷纷起立谦让 善财不知如何是好 不敢进去 店小二急忙搬来一条长凳子 放在一位老者旁边说道 客官请坐吧 这位老者却站起身来 要让善财坐 善财不好意思 老者便拉着善财的手臂 请善财坐在座位上 然后说 客官远来 行路辛苦 我等 我等 我等理应让座 这时 店小二送上茶来 善财摸出一枚银币要付钱 店小二却不肯收 这时老者又说话了 客人远来 清茶皆家 医数不尽 又何敢收取银币呢 并将银币塞回善财的袋子里 善财转头跳往街上 看见一老一少 二人争吵不休 善财感到奇怪的是 这么谦让有礼的地方 还是有人争闹吵架 于是便走出茶馆 去听这二人到底在吵些什么 善财一路随着这二人 来到城东的吴幽灵 也因此寻到了 要参访的吴上圣长者 原来这两个人 是要请长者评理 年纪大的先开口说道 买东西付钱 是正理 我买他一个线 付他两枚钱 他竟然敢不收 少年则说 尊敬老人是应该的 我一个线只值一枚钱 理应敬奉 他却硬要给两枚 没有这种道理 听完之后 吴上圣长者说 争吵不应该 更是无礼 你们各自去做个人的事吧 不要再为谦让争执了 一老一少离开后 又来了一男一女 男的背个娃娃 向吴上圣长者施礼道 福老西幼 是年轻男子的美德 可他 偏不要我背娃娃 去给医生看病 女人却说 男人干中活 那么忙 带娃娃 是我们女人的事 孩子生了病 应该是由我 去请医生看 才对呀 善才 看得真实 听得清楚 上前 向吴上圣长者施礼道 圣者 我乃善才 一发菩提心 欲利乐友情 造福人间 特签来参拜善之士 愿您慈悲教诲 长者还礼道 你一定走了很远的路 拜访了很多善知识者吧 善才说 我受文书施礼的教导 出来参访善知识者 经历了一年多 参拜了二十几位善知识者 从来没有看见过 这样谦让的人们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好的高尚风格呢 望您教诲 长者说道 善男子 我已成就一切菩萨行门 能知人的心理 针对他们的心 施以各种教化 我在一切村落城市 劝一切人 学习各种技艺 来做世间种种利益 为世间造福 使人们不起 称怒 嫉妒 而能够和平 清善 互相利益 长者 稍停了一会儿 又继续说道 行菩萨行 如果不能理解 众生的心理 不与众生的心一致 怎么能够教化众生呢 人之相知 贵在相互之心哪 无上圣长者 对善才 说了很多有关 懂得人心的知识 最后说道 你还年轻 要学习的东西还多 南方 苏罗国的 嘉陵嘉陵城中 有个比丘尼 叫做狮子平身 他可以帮助你 成就菩萨行的大事 善才 拜别了无上圣长者 继续往南方前行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第二十五回 拜无上圣长者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 他不信任何人 都会帮助你 优优独岛 如果他不信任何人 就会帮助你 去到处理 他不信任何人